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客氣周座 現在我們要開第三次會議 請秘書長先讀第二次會議議事錄 以前憲議會第十八屆第三次 大會第二次會議議事錄 中華民國105年5月4日下午2030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議員黃定和議員等34人 累 時間年 先中午縣長林沖賢 副縣長 吳澤成秘書長賴錫如等 出席長23人 本會 秘書長陳茂聯等5人 来宾各报及各广播电台记者 主席林副议长齐山 记录陈欧某 主席先告开议报告事项 一 主席报告千道议员以达法律人数 二 秘书长先读开幕典礼及 一杯会议及第一次会议一时路 三 林县长冲选施政总报告 数据另行记录 三位下午五十十二分以上 各位同仁 一时路没见 没见 那我们现在 这一是现在报告了吗 我们第八次的 成绩员会 又受理我们县政府送过来的提案 电路案有十二件 欧贝金有一件 财产储存有五件 总共有十八件 希望说这次能够列入 一起来审议 现在这一次的 蛤 对啊 他在后边啦 后边啦 后边这又报一下 这样 后边报就要买啦 买喔 所以现在信不信没有 这样喔 这样就 好了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学校我拿文 装分了 装分了 你看啊 不是啦 撂机会 老婆赐 酒店 就买了 这店铺 没有啦 这店铺 呃 那财产储分 这稍微有时间 你現在的經紀委會長,拜博長,全部顧及對證 主席,來不及收到程序委,應該把這些相關資料先給議員看一下 再來徵求議員的同意,這樣比較適當 你如果沒看,你到底是不是什麼樣子,我們還是不曉得 申請各位的意見,我看好了,剛才你堅持這個毛利 我們都沒看到,我們意義無無,我就接受你們 那這樣養成這個縣長,根本都想要怎樣,我認為也不太妥當 他到議員建議,就是讓大家先看看 反正你說這個真的有必要性,那我們再把它內入 這個案子的,暫時請各位再先看一下 現在議員建議都有文在座上,如果有影視,麻煩看看 那我們晚一點的時候,再來處理這個案件 我們五月二號有會前會啊,會前會不是都講過了嗎 陳文昌議長也才是啦 說八拜,一定要七天前就好上來啊 如果沒上來就不予罪證啊 那作戰隊開假的啊 沒關係啦,這個... 不是的沒關係,那每一次每一次,議會沒有遵言就是這樣子 每一次再翻你前自己的案 這樣啦齁,因為有時候齁,你也做過市長我也做過市長 我們就把他延後啦 你如果說卡斯公街頭有牽涉到我們憲民的大家的福祉齁 我想我們改定,我們考慮啦 誠言 誠言 誠主席,你如果說這樣,我有反對啦 大家現在也都很重要 結果送到案子,他在放幾年,沒有你執行也是有啊 對不對 所以說,你如果說程序會沒有通過,我們一天那個座談會的時候 就七天要送到議會來嘛 現在沒有的時候,我每次都喝醉,每次都喝醉 每天有在選自己的創作 不予進來啦,我覺得這樣不好啦 對於我們那現議會的尊嚴一點點都... 大家都沒錢到嘛 怎麼會這樣 沒關係啦,這樣沒這個案齁 等那個議長回來再去處理啦 我看,暫時大家稍看著啦 你如果... 沒有啦,暫時不會看,要去擴充啊 怎麼會看啦 對啦,我看,我也不要注意啦 等議長回來 好,來,程議員 感謝台灣主席 我心是這樣啦 既然議會我們有聽事委員會 前幾天我們做黨委時 我也有一宅強調 議員管政府要送來議員,要趕緊拿來 聽事委也好 其實... 其實... 全國裡面很多議員 你有表情的 有重要、不重要 其實... 上來議員的心理 就是一定要有一個聽事的嘛 你都喝飲料 還要送來 要叫議員自己... 我是認為說... 原來縣政府這樣是... 不恰當啦 以上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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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各位同仁,我想這是這樣啦 議員的推出,聽事委的聽事裡面 都不在聽事委的進行 整個百年一百上聽事委 之後我們來開聽事委來討論嘛 但是議員如果在聽事委開的當時那天 還是以後才進來的部分 然後迫切性 關係到議員縣重大的建設或經費的應用 我想這是請事委的議員進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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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事委後再進來的議員 請事委員 提出說 事不可以來一批 心意啦齁 這是議長的報告,謝謝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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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 團都齁 我們各位議員在表達這些都... 有這個... 我們過去、在開會裡面所約定的一個... 整個的一個狀況齁齁 我是說... 剛才我也有一台標示啦 就是說... 這個案... 有那個... 必要性 有時候譬如說 我們程序又... 突突開刷 但是這個案剛下來 這還有那個必要性 還有那個緊急性 當然我們這就是說... 這也是我們的任務啦 我們也是可以... 經過大家的動議後 台會的動議後 我們繼續跟他... 來審議 如果說... 這個就... 沒有那個... 緊急性 因為一般的公文一般都這樣啦 都告示都會... 都... 關鍵的親親拿來... 親一下就好了 就順序... 搭买房車... 再當一個人... 他沒有去考慮到... 我們整個程序的問題齁 不然程序會... 的意義就不存在了齁 所以說... 這個部分齁... 我們... 我們... 將這個案子先割下來啦 那我們... 等議長回來的時候 看他有... 有做哪一方面的財事啦 啊... 現在是說... 拜託大家就是說... 你們... 這個有時間的事稍微看一下 認為這個齁... 真的有那個必要性嗎 啊... 還是我... 請... 管夫這邊請... 自己過禮這邊 有哪一些比較緊急的... 重要的... 那我們再審理... 啊... 其他的我們就... 延後來審理... 我看不然這樣... 這個案子就這樣處理啦齁... 那不... 繼續... 生意... 齁... 齁... 那我們繼續啊... 來... 審查這個... 電腦案齁... 請各位議員參與議案第十冊... 政治第148號...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第十冊... 148... 188...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補助辦理... 105年... 宜蘭縣竹心亭... 福利服務中心營運計畫... 經費416萬元... 請惠宇同意先行電付提請審議... 老朋友有沒有議長的議員... 對啦... 對啦... 中議員... 來... 黃議員... 你的定義是什麼... 好... 請... 助長... 說明... 等一下... 等一下... 不... 誰是邵志祺啊... 台里... 秦吉祺的處長呢... 他... 因為身體不好齁... 去擠... 身體不好... 我還說身體不好... 你們怎麼不選錯... 到底是實質 還是台里... 他還要回來嗎... 實質... 實質... 你們怎麼有清楚... 你體驗的人... 現在... 忽然間 某種程度解釋 它是身體健康 你要嚇身體健康 不然你去逃避議會的監督啊 對啦 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的公文裡面才有清楚 因為身體健康 唯有辭職嘛 你不是忽然間變成邵志祺代理 這樣就沒完沒了 那我們再問 問什麼 邵志祺這個又從來是 你現在是什麼處長 民政處嘛 對不對 所以這感覺很奇怪 你知道是什麼 你老公問 你怎麼說我清楚 這個處定因為身體 唯有已經辭職了嘛 請邵志祺代理 不然你會覺得好像不像不像這樣 人事這樣掉來掉去 怎麼去一貫性 對吧 不然你來解釋 我也說很奇怪 你是民政處 然後解釋 前面那個也沒有講清楚 好 那我們現在請處長 索敏 好 謝謝林議員跟黃議員的指教 昨天縣長在下午市政總報告的前面 已經有跟大會這邊補充在補報告兩位的代理的處長 那可能昨天那個林議員可能下午 可能 像你這個我以前告訴我 我意思說什麼理由 你公文裡面要消清楚 是市政 還是代理 還是出國 是議員我專打那個人事處 好不好 這次我要把人事處處長 你不要這樣告訴我 我這個重點就是 這樣你退結的人 如果做不好他可以避開議會的監督啊 我意思說講清楚 說明白 它是因為身體的問題 辭職 那由你來代理OK的 你聽我意思嗎 你忽然說由你來代理 他到底是出國 還是休憩 還是進修 這都不清楚 你知道意思嗎 身體健康我們尊重啊 問題人的部分 這個議會要監督 他忽然跟你們下一個問題 你來報告 我覺得很奇怪 是程序上有問題 你不要再說那五四三 我想那個身體長腫瘤也不是他要的啦 那最近的健康因素 確實是健康因素 我意思說公文 我不是說什麼什麼腫瘤 身體健康 辭職嘛 對吧 你不是你寫一個文說 由他代理 覺得很奇怪 這個公文 大家的公文都做得很久 會覺得好像不清不楚 你知道嗎 我尊重啊 他也很認真啊 那有腫瘤 我也知道 我意思說公文的交代有強制 你今天來報告才取得正當性 不然每個人都派一個處長 然後忽然看他不想回應 或者說有什麼理由辭職以後 或者什麼事由你來代理 那業務你從來沒有接 你怎麼去 那你就接兩個處長就好啦 竹蜻蜓他的意思 這是那個建築親愛的家庭 他其實就是那個目前全台灣各縣市政府 社會局處轄下的那個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那宜蘭縣特別把這個家庭福利服務中心的名稱 改為那個竹蜻蜓 最主要就是感覺就是有人在旁邊陪伴你 而且我們希望透過社工能夠來關心弱勢家庭 能夠共同來建立那個親愛的親密關係的一個家庭 那剛剛這個案子是在去年的12月中央來行 那在今年的議會 在105年的1月議會有先行同意 那今天是提大會來追認 以上 王議員 外派的單位還是社團法人的單位 這是那個縣政府社會處直接在四個鄉鎮設立的一個那個竹蜻蜓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我們自己管政府設的 有市的中心 那是屬於私人的還是 我們管政府自己派社工去那個服務的 有那個大客、宜蘭市、路東還有所有 那裡面的成員都是直接跟縣政府領薪水 大部分都是跟那個中央申請公債回歸金的計畫型補助社工 好 中央申請是直接補助給一段縣政府對不對 然後一段縣政府再付薪水給竹蜜町 是不是這樣子 好 是不是這樣 是 那時候是 我們臨選好之後 我們安排去中心的平和部的 沒錯 是我們管政部的薪水 好 好那醫生也沒見 沒見通過 公務類政治第149號 為辦理經濟部補助流域中和治理計畫 直下市縣市管河川 區域排水第一期治理工程105-106年 廣新抽水站新建工程增額 經費1685萬元 請惠宇同意先行墊付提醒審議 要說明齁 請說明 速度快一點 這個案子謝謝議員的關心 那原本他核定的是10個CMS 那後來經過我們爭取 那增加了兩個CMS 所以他又補了1685萬元以上 市長那現在要再報知 總統 昨天現場報告流標5次 所以我們也檢討說 流標的原因可能是 原先核定的經費不是那麼地足夠 所以我們又跟水利署爭取了1200萬的一個經費 那目前水利署在省定中 为什么那个当初规划的时候 为什么会不够呢 那个水利署他在核定抽水站的时候 他会依照你的抽水能量 来做一个初步的核定 那不过广新抽水站 因为他靠近我们抽水站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深开挖的一个饮水道 那这部分的经费会比较多 然后所以我们招标的过程中 遇到比较困难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检讨整个工法 然后大概需要再增加大概一千多万 所以这部分已经跟水利署来争取以上了 不是啦当初就知道在规划设计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这些名字 裁组单位 对不对 你现在你说到底使用流标五次 是不是有人在那个风台价格还是怎么样 你怎么去注意啊 是不是 既然你们计算出来都可以了啦 你们审核都可以了啦 为什么会流标五次 对吧 这个跟议员报告 今年在发包水利工程方面 确实都遇到有流标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我们也会跟署里面反映说 当初他们核定的一个经费 是不是 能考虑到地域性跟整个工程的一个复杂度 来稍微把这个核定的经费来增加 来加速这个整个经费的一个整个工程的一个发包的一个顺遂 那哪时候可以完成啊 现在署里面初步是说会先召开一个委员会来审定 那应该是这个月会完成一个审定 那审定以后我们会赶快来进行第六四一个发包 省定增加的经费有多少 我们现在是争取一千两百万左右 那一千两百万再加一加进来 现在又加一个一千六百万嘛 对 中共就是那个差不多两千六百多万嘛 要是再发发不出去呢 有可能吗 我们会尽量来邀请那个县内的一个比较优良的厂商来协助我们 赶快来完成这个工程的一个进展 黄议员 你原先报给中央是多少钱 原先加上这个一千六百八十万 原来是一亿八千万左右 中央补助多少 中央核定就是一亿八千万 对嘛 所以说你就答错了嘛 原先中央补助不足 哪里有不足 你把中央申请就一百了 人一百都给你了 哪里有不足 你们自己不检讨自己 对吧 你们一亿八是怎么样的把经费弄出来 表示你们在省了的时候 在申请经费的时候 自己就有瑕疵了啊 对啊 你们自己算得不好啊 你们要怪中央 经费原先给不足 胡说八道 胡子检讨 胡子检讨 报告还原 我们原本争取的经费 当然会比较多啦 刚才我没有听清楚你的意思啦 他是我们原本申请的会比较多 可是他会按照他原来的CM数来核定 原先申请多少啦 给中央申请是多少 这个数据我可能要去查 你刚才不是说一亿八吗 一亿八我讲的是核定数 那你们申请多少 案子送上来审核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要拿给我们审 你们现在手机没有这个资料吗 这个是去年去送的一个数据 我没有 我关你几年 对 现在就要省了啦 至少你昨天晚上要看一下啊 这样工作要做得好 一问三不知 什么都不知道啊 怎么会做好 我看这是建设经费啦 诚言 等不出来 你要什么 没有啦 这不要保留啦 因为这 这承设到 工薪 然后努动 这个北水湾和南水湾的清雾 的好路啦 我是说 在这里处定 要更用心 你已经都五次都流标了啦 你们现在也有像水湾水 有争取这个经费啦 我相信你去工夫家 这你也是你专业的啦 以后每个工程的概算 你应该都很清楚啦 对吧 用到蓬茧 你没塑到那儿刚好 不怪包装人不敢来标 都没理顺嘛 是不是 你们都要选到 选到马上马上哪有可能啊 自己的交换 那我不了解啦 应该你们都最清楚啦 你要送来议会 叫议会跟你追认 是不是这个部分 你都要了解清楚 没错 不然你问你 我们都不知道 人家自当 以生人要怎么跟你心疑 这都用心疑 这样好不好 好 以上 感谢称远 等下 那些财族啊 你们要上来 备行啊 你们两个都要去开港 你去做什么 主席没有钱啊 好 就要跟你再称一遍啊 好 我们 不要再答一个 我们 这 祝福委员 台湾主席、丁副議長、各位議員先前、議議會、各位處長、副長、各位貴賓 大家午安 正在公園投水站是關於公園地區和流動販產地區和頂友的白水問題改善非常大的工廳 希望這個工廳可以順利 本來法報就已經出問題了 我拜託黃議員可以到三天 我也要這樣要求我們的公務處水利庫這邊 每一件事要做的時候想得比較糾纏 如果有稻子需要改進的 在法報上面我們要去動足跡先 要趕快去查出到底是什麼問題 不是說他賣包不一定是假的 不一定是這樣 我們要去特別注意 如果可以很速來完成 我不知道這個法報裡面寫說寫一百公司二十幾個月 要發報完成 現在沒有完成 這在寫什麼 我問說大家來幫他賣三天 後面要求他們在工廳的品質上面和工廳的基廳上面 可以很速、負責中間的要求 繼續來完成 來解決地方貴賓主的問題 拜託大家謝謝 陳公司議員 主長 請你剛才說現在中央再要補助一千兩百萬 所以說現在這個一千六百萬就沒有急迫性了 原則上我們現在已經進入發包 那我們當然希望多經費能到位 因為我們希望說能用比較合定的一個經費來做發包 那這樣子包商的醫院會比較高 那這個假設沒有同意的話 當然我們會保留絕標 那這個工程會繼續的往後延宕 對 那你現在中央現在要說包座利益 再增加一千兩百萬嘛 所以一千兩百萬沒有進來沒有到位的話 你還是不能發包嗎 是不是這樣 當然這個我們假設這個月能核定一千兩百萬 那我們當然會爭取說能不能在這個會期當中趕快又給我們做一個核定 那我們可以趕快去做一個發包跟訣標一個動作 不是啦 在這個會期會進來嗎 這一千兩百萬 我們盡量跟屬裡面要求說 因為我們正在會議期間 那是不是可以趕快召開這個審定會來核定 沒關係啦 剛才的黃議員 我們說實在我也急著說廣新排水 其實當初的話在規劃廣新排水的時候 是當初我們運動公園整個設計錯誤 把那個不應該流進來到市區的水都流出來 現在還要再做一個抽水站 其實在外來講啦 從古早以前 不管北城哪裡的話 那個地方不適合設置桌子站 就是本來直接可以排入到廣新排水 那個羅東區裡面 我們現在說龐然大物放在那邊 既然要設置如果沒關係啦 對羅東運動公園的景觀設計 我覺得應該有很大的會去改變 在這裡你說 剛才我們黃議員在說 就是不然把這個先保留下來 跟我們在月底的時候 就來說你可以當作嗎 當作發包也好 可以嗎 現在保留呢 可以嗎 當然是希望說貴會能支持 當然支持啊 我現在說支持啊 你現在等那個中文一千兩百萬來才來 可以嗎 我看這樣啦 我看這樣啦 好嗎 那個 你現在沒辦法發包啊 對不對 等你一千兩百萬多個過 這樣就快你發包嘛 市長可以這樣嗎 程遠啊 我看這樣好不好 大家參加一下 因為這是我們建設的事情 我是說 他也做得比較有信心 我想是不是主持人啊 現在沒辦法發包啊 你知道嗎 好來 黃建南議員 來 主持人啊 各位同學 各位官員 各位同學 各位官員 官員啊 那個 我的看法是這樣 處長 你現在追加一千兩百萬 就發包出來嗎 我覺得你們這個邏輯怪怪的 你說你現在 追加兩百萬 追加一千兩百萬 給你 你第一家他也不知道 他就知道你追加 你不就去包裝說 我去追加你怎麼表法管 是不是牽涉到我們 縣政府誠信的問題啊 你們是不是清楚 你千塊三百萬 是怎麼樣 不然不會這樣子啊 你現在追加預算 方委員 發包的時候 會把預算數公佈 會在招標虛子裡面 會有一個預算數 你標是有公佈什麼 沒有 預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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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數有公開 有這個公告 就是說 這標不夠計多少錢 會算下去這樣 他會把總經費 預算的總經費 核定預算總經費 會公佈 所以我覺得 這個問題好像怪怪的 對我們 開標的整個過程 你追加下去 人家才會再來標 黃議員 沒有這樣 我們就 這個問題 現在是這樣子 那個當然很多委員 很多議員都 希望這個有 有助於我們地方的建設 要趕快過 但對於黃定柳剛才 質疑的問題 我看你私下 跟他要解釋清楚 我們做議員 你把議員 將議題打過 你就準備好 這樣 如果你說多議員 說多人 一個站在說 好過好過 然後 他的議題 就給 別的議員 蓋過去 我認為這個 沒有我 希望你要做一個 社會的處理 讓黃議員 有一個 路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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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梯下來 好 感謝 這樣 那個 黃定柳議員 你說這個情形 就是說 以後我們 像這個 預算的部分 你要很清楚 不要說今天你來接 對過期的 法報 不會過的部分 人家問你 你不太清楚 現在黃定柳議員 他的堅持是這樣 這就是地方建設 我看這個 沒有意見 可以通過 通過 繼續 勞工內政治 第150號 勞動部 105年度 補助地方政府 辦理督促事業 單位遵守 勞動條件 法令計畫 經費 計2866,296元 會請貴會審議 並同意先行電付 好 這個經費 有沒有意見 說明一下 說明 請 助長 副議長 各位議員 大家早安 針對這個案子 是勞動部 在104年 將我們 勞動條件檢查的業務 交由地方來處理 所以呢 這筆款項呢 是由勞動部 為了這些人事費 所做的一個補助 那總共補助呢 是286萬6,296元 其中人事費有 278萬5,296元 其他的失誤性費用 53,280元 在這邊 懇請議員們支持 好 王議員 200幾萬本預算有沒有 沒有 都沒有 是 全部仰賴200多萬來執行 是 難怪你們業務 業務做得很好啦 但是啊 企業很不高興啦 為什麼 你現在你剛才說的 全人事費用嘛 人事費用就是 去就是工查 就是工發錢嘛 對不對 那你們問你們 憲政委沒有配套的機會 來做一個協商 沒有 你們要多多的去輔導 多多先導啊 對不對 是 您這次 一年 給您的幾件 跟黃議員報告 扩打 扩打 要幾件 勞動部的規定是 一個老檢員他要200件 一年總共八百件 八百件 好 相對的八百件 你們企業有沒有去宣導幾件 企業今年的宣導模式是 12鄉鎮各舉辦一次 那麼大型的宣導會呢 會西南西北各舉辦一次 總共14場次 那麼在今年已經都全部宣導 這樣有沒有辦法落實 我們的發現 我怪會去也不知道啊 是 去下去不是發六萬 就是發九萬 就是發十二萬 跟議員報告 我們觀察的結果是 宣導是有效果的 那在這邊也跟議員們報告 其實勞基法的規定 基查的時候是沒有所謂的 彈性輔導期間 不過宜蘭縣政府的做法 有別於一般的做法 我們會先輔導 我們會去看完之後 如果有違規的事項 我們會律定在三個月後 再去看 所以 兩百多萬 你可不可以做 你們業務的調整一下 你們現在下去就是 全公司 裁理會跟人事會嘛 你們可不可以 挪一些經費出來 做一個宣導 報告議員 這個宣導費用 本來就有編列了 寫政府編的是不是 對 我們本來相關的業務就有編 多少錢 我們大概一年編十萬左右 十萬 十萬鄉鎮 這樣一場要多少錢 我們總是幾場 因為我們的場地都是 由鄉鎮公所來免費提供 那麼獎師終點費 也是我們自己吸收 我們並沒有吸收 十萬塊幾場 剛剛報告十二場 是 這樣夠不夠 如果不夠的話 我們會再 是實際需要再來編列 是 宣導要多一點嘛 這個就要求八百件了嘛 你宣導才十二件而已嘛 比例相差太懸殊了啦 宣導場次 希望縣政府多多的宣導 讓企業還有公司 他們都能夠知道 減少錯誤 然後就不會被你們罰了 是 好啦 處長啊 要好好選擇 啦 以免留意見 好了 黃建宏議員 欸 處長 我請問一下 我們國內的禮會啊 跟一般書會 這不是在貶利算裡面 就已經有 有那個編列了嗎 為什麼 這加一算要貶累了 報告議員 因為這個是屬於專案業務 所以這四位勞檢員的所有相關費用 加班 或者是參與費都是由他們來指引 好 這樣子喔 是 好啦 那個我請教你齁 我們這個 這個 欸 介紹所 職業介紹所 那個 你們現在介紹所 針對的對象 都是那個法人 那自然員 如果要去你們那邊應徵 應徵 勞工的話 可不可以 求財 就是 我自然員對不對 我要去你們 這個 介紹所 去 洆湞 人才 可不可以 可以 我們在十二鄉鎮 跟就業服務中心這邊 都有就業服務台的設置 依然縣政府 勞工處本身 也有一個就業服務台 所以只要要找工作的民眾 來勞工處這邊 我們都會協助他 每合工作 沒有啦 我沒有找人 我沒有 成真員工 沒有請人 沒有成真員工 我自然可以去成真員工嗎 剛議員報告 我們是針對 法令 法條 設置的企業 我們才幫他們 法令法條 設置的企業 才能夠去那邊成真員工 因為我們要保障的是勞工的權益 所以在這源頭的時候 我們會看 身材的企業 它的本身條件是怎麼樣 身材的企業 本身的條件 那自然也不能去 不能夠去那邊成真員工 我問你 要做產的我怎麼做 我做產的我需要 我 我做產的我沒有去成真 我的員工的話 那怎麼辦呢 我要去設置一個法令 需要嗎 好 議員 您講的這個部分 又是另外一個個案來處理 我們目前也有幫農夫在增採 就是 需要工的時候 我們會 每一切工人 目前也正跟農業處這邊在合作 來處理 有一個小 現在有開始要賣 今年是半 還 還沒核定下來 是今年要試辦的計畫 對 你都要賣 就是要賣 希望要快 因為現在很多做產的 也不可以欠人 他就是去就位輔導處 不會請人 結果你說自然人不能聘請人工 這很奇怪 什麼時候會 會准許自然人在就位輔導處 成真員工 當時要開始 是 黃議員 針對農業的這個部分 勞動部這邊已經 今年要做示範 處長啊 我看你們 現在不是你們兩個 在當業務的時間 針對預算 針對預算 預算 對啦 當時要開始啦 議員 如果有個案 我們私底下 在為你服務好嗎 好 謝謝 陳傑林議員 主席 那個處長 我請教一下 你這四個人用了沒有 你現在不是才提電付案嗎 對 所以我們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有提那個 議會這邊先行來 去年有先行提過 對 所以那個議會這邊有 那條件是什麼 這四個 你這個用這四個人條件是什麼 對 四個勞動條件檢查員 我看你一個原住民都沒有互用啊 你在有點 對原住民一點都沒有照顧你的這個勞工的這個 宣導啦 或者是對原住民勞工幾乎你都顧及不到啊 你這個四個人條件是什麼 其實跟議員報告 這四個勞檢查員的條件必須是勞動行政相關科系或者是法律 有一定的那個科系的現金 還有沒有保障原住民名額 報告議員這個部分是沒有的 不過我們是公開爭彩的結果 去年 是你們定的條件還是那個勞動部的條件 那你們要反應啊 就起碼還僱用一個原住民嘛 是 好不好 我們歡迎原住民 另外啊 我強調一下 你們到三天相處宣導的時候也要通知我一下 好不好 好 以上 謝謝議員 好 議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喔 處長啊 稍微人跟你講的這個情形 感謝議員跟你講的 那我一定要列出重點 好 好繼續 社會類政治第151號 衛生福利部105年度補助辦理公益彩券回饋金 宜蘭縣家庭暴力相對人整合性服務計畫 經費七十一萬九千元 會請貴位審議並同意先行電付 好 王丁和議員 處長 好 請說明 主持人 主持人請說明 主持人 你七十一萬這個土婆農事會用嘛 你要請一個人嘛 那一個人 他的應徵的條件 已經請我還是要不 好請說明 包括那個環議員 這個是那個 一百零五年一月十八議會有先行同意 今天是請那個大會追認 已經請我是不是 是 已經請我你們當車在請的時候他的條件是什麼 社工系 好 社工系還有什麼樣的資歷 還有那個有那個社工師學分 再來 就這兩種 因為他的那個 這樣子就能夠有效的去解決 家庭暴力衝突事件 所以這個計畫同時也補助了那個 專案管理費跟事務費聘請相關的 以前我們議員聽你講嘛 嗯 沒有管政府 沒關係 蓋子下去 什麼就離婚啊 所以說 本席很心中 你的條件是什麼 沒有經驗的 只是他對 他有學歷 這樣子就好了 所以說 有的親出社會的人 我們不是說不好 有時候 歷練不夠 對於他的看法 角度會不一樣 跟社會社會的角度會有落差 所以說 沒有蓋子不得 沒關係 蓋子下去就離婚了 所以說 你們 今天本席來跟你談的問題就是說 既然這個經費給你們 人員的選擇非常重要 要從多方面的去應徵 不能只靠他的政見協力 這 不是絕對性的因素 只是必備而已 請這方面要多注意一下 謝謝 好 議員兩邊先 兩邊先通告 繼續 工商旅遊類政治第一百五十二號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辦理本縣東山鄉十六份鎮 及聯合園鎮 自行車道規劃設計 新建工程A加B經費一千六百萬元 為計畫執行順遂 請惠與同意先行墊付提醒審議 醫生兩邊見 黃妍 自行車道 這樣在線非常好 那整個宜蘭線都串連起來了 現在這是在串連之中的一部分 還是增加的 主席 跟黃議員報告 那這個案子是由東山鄉公所提案 那基本上這個案子會跟我們東山河的自行車道來串連起來 它是在漏洞、漏增、延長到無縣 接在東山河 這是在左岸就是北邊 那我們的部分就是怕喝好完整 接到東山河 所以市會把它整個串連到東山河 連結到東山河 好 將來的維護會誰要處理 因為這個部分是由東山鄉公所去申請的 將來的維護會縣政府處理或是鄉公所 東山鄉公所 好 你們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 現在自行車道有慢慢退燒 第二個 常常壞掉沒有處理造成二次的傷害 所以本期很重視安全問題 特別提醒你 到底是哪一個該負責就哪一個該負責 這個經費補助給鄉公所 那以後的維管費用 就要載明清楚 誰要去做管理 以落實安全問題 謝謝王議員提醒 謝謝 好 請問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繼續 不好意思 我看這邊 好 江議員 江總召 那個 處長 你到任之後 我請問一下 利用這個審查 是相關的業務就好 你現在知道哪些有名義代表 就是說在爭取的部分 自行車道的部分 哪些未完成 好 主持人 這部分 可能我也要不夠錢 已經不夠打扁 我回去立刻了解 因為目前我看到的都是我們已經送的或者是 你不了解就好了 是 你現在當然是來做這個工商 理由處長 你的業務當然是從管飯店 管觀光 管所有的一些的 不管是自行車道等等 我想工商理由處長 我想工商理由處的 你的業務範圍 是涵蓋 非常之多 我心想說你要用心 目前 大家應該是經過劣勢的這些處長 應該宜蘭河是宜蘭市的指標性 宜蘭河自行車道 兩岸 再來是延續 整個到南洋溪口 那整個宜蘭縣 總共有幾個主要河川 一個是南洋溪 茄北市宜蘭河 國甲翁北市 我們的大茄 我相信 再來就是宜蘭市 還有一個真主要 一個就是白水 美鳳大白 那美鳳大牌呢 是有貫穿 從延山 延伸到宜蘭市 到延伸到鑽維鄉海口 我希望這個美鳳大牌 在那裡是公用 白水的功能計畫 跟灌溉的功能計畫 可以做自行車的專用道 便是已經做民意代表 做了幾年了 美鳳大牌呢 可以說 在我們這個南洋平原來講 是非常具有排水灌溉的功能之外 他的修理 還有他現在整個高速公路通路車之後 更需要一些的貫穿 南北巷 東西巷 這些的自行車道 包括宜蘭河在內 我希望說 你怎麼有一個經濟的事故 除了說 向中央 體育署 體育署 經濟在外 我們自己管的 會不會說 中央如果沒有錢 我們就要點點 你剛才這個東山河來講 東山已經倒數那麼多了 你說東山行公訴 提出價位 難道既然市公訴 沒有提出價位嗎 這個講話 議員這個民意代表這個議員跟你建議 我希望說 相關單位 業務單位 能夠重視這個問題 我希望說 新政府開始 你們管理說 沒有跟政黨 所以政府這個經營比較困難 現在一樣 一條龍 中央民進黨 台英民進黨 這些議政 沒辦法改革 尤其自行車道 怎麼樣 南北東西 這個交通網 你們現在議員也 給你們指的 這個自行車道 都支持你們 那你們這個自行車的車道 是應該 尤其是宜蘭市 佔了二分之一 這些的車流 還有這些的自行車的 這些的交通網 應該要更充實 我希望說 請主席 議員是幫你支持 但是你這方面要多多努力 好 謝謝 那預算有沒有意見 沒意見 那個楊順牧議員 這個 我們也聽過管長 這個市政報告 我整本我真主意給你聽 但是 我感覺 對這些議員 過去所提案 我是說 你像米蕾說 這家裡說 旧的處長跟新的處長 不知道有交接 有選擇嗎 我們過去提案 對議案 對議案似的 也沒有看到有 開始起告 所以說這點 如果說 北平南平都一直在做 宜蘭市 在宜蘭館的人口減也最多 但是在宜蘭市的建設 也不一定是宜蘭市人在用 整個館都在用 已經在說 近幾年了 近幾年我在當議員的時候 都說過 宜蘭河 我們旅遊宜蘭河灘地 來做一些設施 讓我們的館民市民 娛樂 休閒運動 也沒有 有起告 但是也沒有看到本線 也沒有看到做戲 所以這點 我感覺 議員 我們一幾歲 來講 一個人拿兩個 三個案 通常到處去 幾百個案 一年四五十塊 幾百個 幾千個案 可以做 不可以做 你們都不可以拿來流過 或是拿來討論 探討 我以為議員在做 我們拿八卦去發聲 你們都沒有在做到 他們也要翻出來看 說改正要做 要做 不可以說 我們剛才八卦都沒有交代 我們做這個議員 拿到我們好 不是隨著說而已 不是直接去做 也是要我們政府 跟我們的老闆 用心來接行 本身議長 好 好 那 黃建仁議員 我 我 我 建造自營車道 有問題 我 我覺得自營車道 在我們全關裡面 已經 對我們 財政造成很大的負擔 你自營車道 你說那個 主長 你有去評估喔 自營車道 他的工量 雖然 你們算起來的算是很好 但是他的 沒 所以說 一天有幾個人去騎 他的 他的效益好不好 我看我們議員的自營車道 效力非常壞 那 像我們總有些論 做 你經常去做自營車道 雖然是沒有工匯來的錢 但是 我是覺得自營車道 還是要維持 原來的自營車道 這幾條 做比較嚴重 做比較好 不要這樣做做 摩托 天邊 自己 一天沒幾個人去騎 甚至 鳳梯 路後 都沒有人去騎 你做自營車道 做一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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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個預算 刪除 好 張舅平議員 臺灣主席 各位 董人 臺灣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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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飾 鎮 мн臺 甚至去到我們的中山中庄 公園保庭 我們都做得不錯 香港所這次有這個看法的 也是地方的建源 我們也說到三天 我的回去 專門我們行長知道 香港所議員 很關心這個事情 我們也說這個行為 做好了 可以很快來复合大家一個看法 不要去找房間去 競爭把我們 到三天給我們過去 不要把我們刪掉 謝謝 台主長 副議長 各位同事 各位處長 大家老早 優管我們現在自行車道的保護 本身就是因為 很多觀光景點比較好的地方 我們管政府建置不夠的部分 應該繼續爭取經費來補強這些娛樂設施 我記得咧 我們現在所謂的即將要通車 我前幾天 所謂的是我們書改處 也有在整個說 在蘇花街的這個橋下 跟英老和蘇我這邊 要做一個自行車道的連結 本身在這裡希望我們公議處 跟蘇改處這邊做一個了解 希望可以將這個部分 納入整個蘇澳鎮 相關的自行車道的連結網絡 因為北京現在共產社會 大家都非常重視 休閒娛樂 這卡拉車如果辦這個 價值辦活動 像是親材辦都幾千人 甚至幾萬人來參加 所以這是提供我們官民 一個健康 健康休閒娛樂的一個政策和健康 所以本身全力支持 也希望說 我們冠軍會可以更加用心的 將於我們官 更適當的地點 還要完成建制的保養 把保護照顧 所以本身認為這這麼好案 應該冠軍會通過 讓冠軍會通過 好 讓冠軍會通過 總之我是這樣去騎 也沒有時間 但是很多傭的朋友在說 常常就是各個路段 是各自 自己管自己的 我就通到這個地方 村子就跟我無關係了 那也有呢 自行車車車車車車 通通到人家裡進去 那到底這條路是怎麼走的 你這頭尾規劃 一定要有進處也有出處 那不是說這個事例 我就要做好 這段 我說這段就做了 後面這個後面要去到哪裏去 到人家的庭院 到人家的公司裡面 或是到哪一個道路 你並沒有把它弄通 然後呢 剛才我才去 我們路正在回看 對這種公旅處的這種自行車道 他們認為說 你們既然給他規劃 這是公旅處的這個 你們的任養的這個 這一個自行車道 你們就有那個責任來做一個維護 不是跟人家說 賠名啦 人家說賠名啦 不是這樣子啦 所以 你路旁邊的一些的 不管是路邊的樹木 或者是道路的維護 各自的管理機構 你既然跟人騎名 依然縣政府公旅處 你就有那個義務要管嘛 啊不然呢 什麼都不是 沒有啦 那沒什麼事 然後呢 你要掛你的名 然後這個都是你的成績 所以你也一下子邊這樣的一個經費 賠名是中央的經費 這也是民脂民膏啦 那你做不好 對於鄉親來講 這個人家說 你就是拿錢 做你的名字而已嘛 有沒有什麼效果 所以對宜蘭縣所有的這個自行車道 處長 你不要說你剛才來而已 你就不知道啦 不是這樣子 你既然要來擔這個責任 擔這個職務 你就有那個義務要知道 沒有什麼不知道的啦 不知道就對於就好 不知道 對不對 好 陳安中議員 感謝大會主席 處長 我要了解喔 現在自行車道 宜蘭縣整個不管是AB 整個的自行車道 到底有多少 再來 很多的自行車道 整個 它的路面 以及它旁邊的護欄 已經都壞掉了 你知道嗎 本席建議你啦 在這期會喔 當中把所有的 連外的自行車道 你都把它列出來 有壞掉的部分 要加快腳步 跟鄉鎮四公所 來做一個要令結 因為有很多的車友去歡迎 我們的自行車道 非常會擠掉 可是路面也好 甚至 旁邊的護欄也好 有的都是已經 非常的 很熱了 所以說是不是這個部分 你要求 中國 你的工作黨派 要下去做一個擠茶 給醫生 好 醫生 裡面一見 裡面一見的通過 繼續 工商旅遊類政治 153號 交通部觀光局 補助辦理 105年度 台灣好行 服務升級計畫 郊西縣 及東山河縣 經費 新台幣650萬元 為計畫執行順遂 請惠宇 同意先行澱付 提醒審議 好 處長請說明 主席 各位議員 要跟議會報告 主要台灣好行 是觀光局補助的計畫 是以風景區的景點為主 目前分為兩條線 一條是西北的郊西車站 到佛光大學 臨美石盤步道 它的收費 這一條線的收費 是全票20塊 半票10塊 西南線是從羅東運動公園 到傳遞中心 這一條線的票價 是從22塊到38塊 根據統計 104年 西南線是有近14萬人搭乘 13萬9千多 西北郊西火車站到佛光大學 這條線是有9萬5千人 左右的人士搭乘 以上報告 好 好 議書人會見 黃議員 兩個問題想請教 第一個問題 使用者付費 剛才講的是 有使用者付費 對不對 是 好 那使用者付費以後 你這邊有虧損的補貼 請等一下再補說明一下 好不好 那第二個問題 你這裡有一個其他廣告的宣傳60萬 那這個60萬有沒有收益 是公益的廣告 還是有營業行為的廣告 那有營業行為的廣告有沒有列入這邊的收入 嗯 OK 這兩項請說明一下 那跟黃議員報告 那 一併 吳秋林議員 那處長你請坐 這裡面 在說明這邊講到 裡面講說那個總經費是730萬 中央補充650萬 限配合款80萬 那這一個怎麼分配 你現在說有兩線 一個是郊西 一個是東山 那 東山這邊 一年有14萬人次的這個搭乘 啊 發了幾班車 然後 西北 的這個 有總共9萬多人 發了幾班車 730萬怎麼分配 那 路線上 這些的這個效應 我們有沒有達到我們應該有的這個效應 到底做的都是哪一種哪一類的那個旅客 說明 好 處長請說明 主席 謝謝黃議員跟吳議員的指教 那針對黃議員的第一個問題 那基本上他是虧損補助 那隨著我們旅客的增加 他現在我們旅客是逐步增加 所以那個那個觀光局給的補助 是有逐步降低的情形 好有逐步降低的情形 第二個 六十萬的是我們去宣導這個計畫的費用 而不是說廣告的收益 好 因為我們要去推廣他 讓更多人知道有可以推廣這個事情 那第三個 我正對剛才吳議員指教的部分 這個因為他是觀光局補助的計畫 那因為府內的分工是由建設處在負責執行跟規劃 所以發包的程序也是由建設處 但是縣府是一體的 那主要搭乘這種我分為兩個部分 一種是觀光客 有觀光客 因為觀光景點 那區域的居民鄉親的使用比例也蠻高的 比例也蠻高的 所以大概是有這兩種情形 那我們目前假日跟平常日的班次是不一樣 那那個是公開招標的方式 那目前的西北是由格馬蘭 西南是由首都得標 以上報告 處長 我有感覺 你不是老手老師在上課 你是在呼嚨我們 你知道嗎 廢話 旅客兩種 就是旅客跟觀光客跟在地居民 我也會說 你不用你不用你 我也會打 那問那個幼稚班人 也只能跟他說 車上哪種哪些這兩種人 我要的是說你這一個 真正達到了這一個 我們說從觀光景點 從 譬如說用西南 從 龍龍運動員到傳譯 這一個 有沒有達到這一個 我們把這一個觀光客 帶到傳譯 帶到我們的景點的一個目的 不知道 你問什麼 你跟他說什麼 我也可以回答 然後呢 價值比較多 廢話 當然是價值比較多 那你真的是 我不曉得你在回答什麼東西 拜託你 講重點 不可以說一大堆 再講一遍 好 黃定而已耶 你剛才說的 推廣是無形的 廣告是有形的 啊 你要看你送來的說明書 黑白紙蝦蝦蜜 直接寫廣告 齁 你就不要再去推給那個什麼 是推廣的問題 廣告就廣告 六十萬怎麼樣廣告 明確說明 那廣告有收費啊 你是要公益廣告 啊或是 不是公益廣告 說明清楚 呼嚨呼嚨的 是說明 陳鋒錡議員 一併 一併 對於台灣建好 現在西南西北線 你平常有沒有去了解 你有去了解嗎 你有沒有去找查 在哪裡 那我覺得我平常在看到的話 公車上 沒什麼幾個人 我們說是十個月 你說怎麼去實際的 上報人是每次的虧損 再來就是說這個資訊不夠啊 你外來的民眾 要跟這個正審條線 我相信很多的觀光客 不知道我們有這一條線 你要怎麼來推廣 我覺得你的行銷廣告 應該是在著重這一些而已啊 對不對 你說一般我們一般的社區民眾 會去走的是短程的接駁 他們會去擠這罐車 實際上他們要做的話 他們不想擠這罐 因為現在的整個 我們失去公車接駁 都蠻方便的啦 我希望說 處長齁 對這一方法 你的廣告行銷 或是說真的 我們有整個接駁線 拿南線 拿北線 要怎麼走 你有觀光客知道嗎 沒有 我覺得那兩條 不要開了 那有怎麼看到 每次都沒有人客 都沒有客人啦 假日 日假日還是一樣 市長 你要去了解一下啦 市長 你要去了解一下啦 市長 警察 比較簡單的啦 針對議長 針對幾位議員的指教 公旅處這邊 會在做深切的檢討 那關於旅客上下車點的統計 我們會後來補給務員這邊 再補充就是說 主要的廣告宣傳費用 是在職刻表啊 折夜相關的印製啊 這些的宣傳 那另外就是 目前線內在跑的公車 有兩種 一個是宜蘭建好行 那個就是整個市區的接駁公車 那另一個是台灣好行 就是觀光局補助的 那個景點的接駁 我以上的報告跟說明 謝謝 那關於議員的指教的部分 我們這邊會趕快的再檢討 再補強 好 目前東山河 我們現在森林公園 深泰利洲也已經開始了 那我們清水公園 我們船域 那我們希望發展成三園區 那另外就是 我們為了避免政府再投入資源 去做像現在做的那種大船 那所以我們希望去來做一個研究案 那同時針對清水公園 在非同完結期間 遊客不足的部分 那我們希望能夠尋求出好的方案 讓這些園區能夠產生一些收益 避免政府的資源要再繼續的投入 那基於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跟觀光局申請了這樣子的一個 那個前置的作業的一個規劃研究案 好 吳俊林議員 吳俊林議員 處長 186萬 我不曉得能夠做到什麼東西 因為那天 在我們的這個深泰利洲開幕之前的18號 議會辦了一個現場的 我們去搭的這個阿布泉 一艘船只能搭六個人 司機不算六個人 總共三台泉 我不知道,你捨一個人,聽說二十分 然後你要載多少的客人 就是這三艘船能夠有做怎樣的疏通 能夠疏解這些人潮 然後你就是在生態律中捨一個人 你並沒有串聯東山柴義那邊 也沒有串聯清水公園 也甚至沒有到往上東山河的上游 並沒有這樣做短長期的規劃 我不曉得有沒有有什麼吸引力 雖然說現在很新,門票免費 不用免費,很多人要去看 但是每一個人都是很高的一個性質 然後半信而回 所以這186萬你的目的是要能夠讓配合同萬節 能夠讓它這個東山河更能夠把這個 清水公園能夠擴大一點 但是我不曉得你們的眼光 你們眼光放到多眼 你怎麼樣的讓這些船 能夠帶動這些我們的觀光客的商機 而且既然我們宜蘭縣是一個環保利縣 我不曉得我們要去過高雄 高雄它用的是什麼船 主長你知道嗎 主長你知道嗎 對啊,我電動船 但是他們用的是什麼船你知道嗎 我們大船上面是有太陽 對啊 我們的也有大船大船 什麼時候有啊 為什麼不能呢 小船大船不符合那個效益 大船大 不是 既然工部門要做 你就必須有一個 像你說我們辦彭萬節 我不是說計較他的收入 但是我只是一個展示性說 我有工部門有能力辦這樣一個活動 一樣的工部門既然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我就要來用這個來做宣示 能夠引導其他的這個 其他的這個公司行號 能夠來效仿 管經務以聲勢 是做這樣的一個一個 一個通行的工具 不要說認為說 那比較不見的 不是 你這是一種政策性的東西 不是說 不是說我這樣 那不會好 那不會好 你要用的就是用這樣的一個觀念 是 是 謝謝副院子教授 曹政方向去努力可以嗎 是可以 請那個 財政處長齁 說明一下好不好 先說明一下 您這個 VOT案齁 已經幾十年來 農費一支 過一支 公園也農費 輸贏也農費 現在才是兵府在那裡去 你現在一百百六萬 你又變成這樣 一個當山河 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二十多年都可以 到那裡去期望 兩三個 只要在那裡 寫一寫一寫一寫 這什麼政府嘛 黃秋思議 你報告一下 你們到底現在 今天這個案 拿來是要做什麼 您報告 主席 感謝議員的提問 我想大概就 以前 因為我以前是從財政部出來的 大概就這個案子 大概有所了解 跟各位議員報告一下 因為整個東山河的 流域的一個整個的一個 活化 就以目前這一段來看 除了航運之外 還有東山河的清水公園 因為當時清水公園在蓋的時候 是比較久一點的時代 跟現在目前實際 環境上的發展 是有一點點比較 可能需要轉型 所以趁這個機會 跟財政部 申請了一筆錢 然後現在目前做整個 東山河的流域之外 這個就是 航運的這一段之外 還包含清水公園 要怎麼去活化 那這個案子是因為 目前 200萬 剛才議員有質疑到 200萬能夠做什麼 因為這個是有分前置作業的 可信性評估之後 它還有一個先期規劃 先期規劃還有一個招商 所以它分三階段去申請作業補助 那目前財政部 現在是給我們去分析說 這個地方如果要活化 以後要活化的時候 由民間機構來投資 看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商機 那現在目前這個 整個一個發展的方向 我們已經大概有一個 公里村內部 已經有初步的一個定位 那初步定位之後 我會做成決策 然後再跟這個規劃廠商 再做一個完整說明後 他再幫我們去做 評估說民間來投資 看可不可行 以上 好 陳公許議員 兩位處長 那整個 我們那個清水公園 航運BOTY在東山河 已經 以前有規劃過了嗎 規劃幾個片了 規劃如果飆出去了 要做完 那你現在就重複 重複這個 整個出餐案 再規劃這個案子 那你現在是一個案子 或是兩個案子 這個案我同了解 這個案嘛 你現在BOT案這個航運標 你現在這個航運 要結合清水公園 清水公園要怎麼BOT案 要結合這個航運 你單單韓運 你就做不出來 你現在現在清水公園 我們投資了那麼多 那你說BOT案 怎麼設計出山化 要去活化 你是有可能嗎 你現在是單一個案 而已啊 是兩個案 我也覺得奇怪 那處長回答 好 處長請當 議長 跟陳議員報告 謝謝陳議員的指教 那基本上我們這個案 是包含了整個 核運的規劃 還有那個未來清水公園的 轉型方向的一個可行性評估 所以包括說我清水公園 在油氣用地上面 是不是可以做 某些適度容許的發展 然後再結合整個那個水域觀光 那我們希望能夠發展 優質的旅遊行為 讓遊客來依然停留更久 那我怎麼樣來結合 船艺 然後清水公園 跟那個 森林公園生態綠洲 讓它從各個點 變成一個面 但是我們是以清水公園 來做一個基地的出發點 做想法 那避免說在投 政府需要投資 建造大船 那個一艘大船 大概要一千兩百萬左右的費用 避免再投入這樣子的 錢的狀況底下 所以我們跟財政部提出 這樣的一個申請案 希望能夠透過那個討論 透過規劃公司的那個提案 來做出一個好的案子 處長 對於整個我們的東山的 那時候的航運計劃案 那時候就要把它連成一個面 出來了 結果你也發包出去 不成了 到底原因在哪裡 你現在有檢討嗎 有在檢討這一些嗎 不是你這麼簡單 清水公園跟結合航運計劃 你就想要把這個BOT做成 以前在好幾年前 清水公園就是覺得 遊客不來了 要到底怎麼去活化 大家一直在討論 結果你管制服人不做 外面資源沒有輸入進來 要怎麼出山法 都沒有你做 現在你說 航運我們以前有個BOT案 已經完成了 結果人 廠商看一看 後來也不行 對不對 整個國家無極搖鐘 那你現在又提出這個案子出來 就每天這樣 我們每天在BOT 拿出規劃案子 實際上沒辦法去實施 刪除刷 這也沒用 我如果覺得奇怪 這沒用 上次那個BOT案 為什麼沒有 沒辦法實施 你能去了解嗎 對不對 很多的清水公園 既然公布人 投資了這麼多 要怎麼去活化 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不用再在BOT 什麼儲餐案 再來幾個 對不對 你如果人的基金會 你還要報仇給人買票 對啊 三主 你如果還要報仇給人買票 這幾年 比照人的基金會 可以嗎 你的意思呢 不許通過 我覺得這就沒意思了 你怎麼 黃四招 黃四招議員 這三主 感謝主持人 各位同仁 頭前的主觀 大家午安 我想這個 東山河 真的要好 去思考一個問題 包括從上游 現在看到上游 已經恢復生命了 那中游 下游的部分 航運BOT 我想我還有一個看法 但羅東有夜市 那如果航運BOT 將來 東山的亮點計畫 如果在夜間行船的話 其實東山是可以夜遊的 搭船來夜遊 也可以分解到 假日那個 羅東夜市的那種 交通阻塞的情形 所以本學在這裡 贊成這部議事 趕緊就通過 趕緊來辦理 醫生 好 陳潔林議員 主席 主席 處長 各位同仁 我想請教一下處長 你現在這個案子 是包括東山河清水公園 那你每年都在辦的 同案解活動 到時候你這個 你BOT出去 你要怎麼處理 會不會有衝突 陳議員報告 那這個案子裡面 他可以提出想法 由我們來決定 就是說 他可以提出 同案解 不是 你同案解 是不是要在這個 勤手公園來辦 是 目前是 那你怎麼 所以他的案子裡面 就要把這些因素 他在做規劃報告的時候 都考慮進去 那你這樣子 那整個同案解 就根本 怎麼說是用BOT的方式呢 那個他整個案子 都必須考慮 所以我在我們的邀約書裡面 這些東西 都必須要考慮進去 要有考慮進去的情形 也要提出他們的看法 那你的意思是說 以後同案就是他們來接手 沒有 不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不是不是 是要考慮各種的可行性的 可行性評估就是 怎麼樣的方式會對清水公園 不是啊 因為你這個是BOT案 不是 它是可行性評估 那你這邊是寫BOT案啊 對啊 BOT案的可行性評估啊 BOT案的是 我還是很模糊啊 因為你這個標題 這個標題 我這樣子看非常模糊 所以 所以這個案子 我不支持啊 好 陳鴻許議員 黃定鴻許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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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抱歉 黃定鴻許議員 這個報案我沒有了解 因為你沒有了解 所以說 事情你會做不好 今天要補助你186萬 讓你做前置作業 要根據預算法 第六十二之一條來辦理 辦理什麼 辦理前置作業 就是講到重點 前置作業要做什麼 前置作業你要撤擊行銷 宣傳 還是說你要採購平面媒體 跟電子媒體的通路 都在這裡 你這個不知道 你工作做得好 所以說你剛才說的一大堆會話 對不對 人說什麼 沒有去達到重點 重點這個 預算法第六十二之一的規定 要把它弄清楚 你的前置作業才會做好 而且 中央也沒有跟你規定 你一定要照 我剛才講的 這個法令 預算法 去執行這個任務 你就不知道 你要怎麼執行 難怪 你每一次執行 都會不了了之 請說明 謝謝黃議員 陳議員的指教 針對這個案子 因為我們在進行可行性評估 如果評估出來是BOT的方向 需要調整 需要怎麼樣 那他也必須要提出替代方案 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的 我們怎麼樣的核運 我們怎麼樣的核運 很多都去請議他 我給我騙三八萬 給我騙三八萬 那再來就是 你所謂的東山河清水公園 還有航運 我看到這兩個字 航運 我請問我們當初 深度多少 寬度多少 我們的流域多少 我們的水流多少 我們目前大船走到森林公園 走到益騰橋 到那個 船運 大台村的走都沒問題 深度多少 你大台村大到什麼 各個地方的深度不一樣 因為我自身就在收水 不是啊 我知道啊 你要講說深度多少 所以有兩米 有兩米多少錢的 也有五十公分的 對啊 所以他每個地方 我自身就在收水 包括加東九十五分鐘 我想這個齁 你簽了到這個 航運這兩個字齁 因為這屬於專業的問題 運輸的問題 船的這個專業的問題 你剛剛說有兩米 有0.5 0.5米 這船要怎麼定 也要做伸縮的船 到了兩米 到了0.5 我想這些的 在在都是一些的專業的問題 我想針對這個問題 你沒有 送詳細的資料之前 我建議那個 府議長 先跟 暫時保留 個字在這裡 好 黃宿警議員 處長請坐 主席 局處長 各位同仁 各位聯絡人大家好 我想請問 我們這個任何一個案子 政府部門一定有點子或想法 剛才你說的航道 我不曉得你要走到哪裡去 第二個 這條 這條 東山河 有沒有定期清理 那定期清理 那深度當然我們就不會有壓力了 那你到底有什麼想法 因為你說你要BOT案的相關的評估 但是我說 你一定有點子 有想法才請家來做嘛 你應該是徵求大家說 我要做到什麼程度 那你們來複議 或怎麼樣 那你說我只要做BOT的那個評估案 連我也會懷疑說 啊我都不用啊 因為宜蘭縣政府做任何事情 其實你都想要做什麼 我們再把那個困難點取消掉 其他我覺得應該是不是這樣 你應該告訴我們說 我想要做到什麼程度 我想要吸引多少人 甚至夜間生活 夜間的休閒 應該是台灣這樣說 那我們絕對是複議 你等一下說我只是BOT的前提 要跟不要 很奇怪 你有在地上做到什麼 然後我們要給BOT 或者是縣政府自行來處理 那是不一樣的 麻煩那個處長 處長 處長 要再說了 你請坐 我看你這個案 十個議案 十個議案都沒有同意 我你看 這個案都回來了 你們再去想好 後一集再提案出來 因為 各位同仁啊 我跟台北國 我對這個最親自最了解 我一個贏他們十個 我也大概了兩三百萬 我會憲尊 尊敬說贏見的做法 他們都沒有料 沒有任何的料 他之前 處長知道說什麼 我知道你 他根本都還不知道 整個東山河的水域是多長 到那幾十個才停 到那幾千 他還感不太清楚 到底你有什麼事 他也搞不清楚 所以我們要看 這個案 先擱置一下 休息 孫文東 給你手 我可以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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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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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